終於來到台場的Driver City 其實這就是一比一的獨角獸 但我們現在不看這個 關於它的變身的 看直播吧 全看了 我們去看Gundam Base 現在正式去看Gundam Base 就是這裏了 超大間 超級多人 因為現在太多人的關係 其實是會有這些入場整理 一進來就先拿好 你會看到這兩個櫃 左邊是用MG組裝的所有高達模擬 所有歷代的高達 右邊就是名人組裝的設計 看一看 1980年一進的1比60 其實真的蠻醜 我買高達的年代 應該是1995年 即是這個尺寸的年代 你看看這裏是幾年製造的 這裏是2008年 最後這個就是2013年 現時製造的Version 3的MG模型 你看到無論是水印或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細節了很多了 現在 經過這個模型的發展史 現在就進來這個主要的地方 先看看這堆台場限定版 這個Unicorn很漂亮 但反而這麼多隻我最想買的是 這隻的浩豆園 我覺得這隻很漂亮 當我甚麼都拍給大家看看 突然大家可以過來台場的時候 買一隻自己想要的高達回家 至少不用想 還有這一隻 1比20的Unicorn變燈模型 其實應該都是為了這款 我真的發覺這裏是超多模型 雖然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太高達的模型 我們打遊戲的就是 但我覺得如果作為無論的粉絲 應該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些應該是那些人的參賽作品 這個照片很漂亮 下面這些是不是有女生製造的 Girley的 這隻很女生 這幾隻好可愛 這些才是我最愛的 這個是有Cafe風景的 我覺得全場最美是這隻的沙拉 很棒 這裡有個位置讓你買模型 立刻在這裏組裝 會有個場景假的 我覺得這部分 是給所有完全不認識高達模型的女生看的 其實高達有分 BB電視系列 HG 就是High Grade RG 就是Real Grade MG Master Grade 還有最後的PG Perfect Grade 所以以後不要再問我們 究竟RG MG和PG 是代表什麼 當然不少 一定是這些設定畫集 基本上這些模型的設定畫集 怎樣組裝 怎樣想 都是每一個這些模型展的必看 但當然今次的主題 很明顯地 就是這個Unicorn 這個 是不是BANDAI的模型製作廠的平面圖 這個模型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被BANDAI邀請去拍攝 這裡就好了 還有這裡 就銷售了他們製作模型的時候 用來的工具 很漂亮 很精緻 但是其實看這些 比我以前的GUNDAM BASE 我覺得這個更好 有沒有人知道這些彩虹色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猜到 其實就是你那些模型膠粒 我們平常組裝模型 就是用這些組成的 然後就給大家看看原料 好可愛 好棒 這裡也有一部機 會展示給你看 是怎樣去做這個模型仔的頭 你看到下面這裡 就全部都是成品 其實這個程序就是 你看到上面有一堆膠 然後融下去 下面這裡就有個帽 這個位置 就將它製熱吸收起來 最後就可以摺到下面這個位置 這裡 新衣出爐是暖粒粒的 感覺好可愛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 你看到後面這些機體設定圖 但是基於別人說不准拍的 那我就不拍了 也有這邊就展示了 這麼多年來 BANDAI現在暫時還在賣街的產品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什麼模型 或者你不知道組成什麼 這裡就可以讓你看看 到最後 當然不少得這個 超大的 souvenir shop 不過去年代也有 基本上 我想你來到這裡 都是買一些限定 或者買一些水印貼資 因為其實理論上 買模型 在香港比較便宜 但是沒有辦法 限定東西 在限定地方買 這就是我給你的提示 但是這個Driver City 除了Gundam Base 以及看模型 看高達之外 其實旁邊還有很多東西玩 當你走完Gundam Base 出來之後 你還會看到外面 有這間機店 但是這裡 是已經很少很少 看到的放題式機店 即是放2000-3000日圓 其實也不算很貴 但是這些放題式 不太花錢的機店 我自從在西九龍玩過之後 我這麼大個人 都沒有再試過 雖然東西比較舊 就是比較舊 你看到D2 或者是Mario Kart 2 一些舊的遊戲 但如果給小朋友 過來玩 或者有空 沒有跟朋友 進去瘋一下 我覺得可以 起正Gundam Base的下面 還有這間 整個台場最大的 夾公仔店 應該是 不過神經病 這裡夾的 這些公仔 全部都是很大 所以你看到這裡 是超級多東西玩 超級開心的 如果你要預來玩 我想你預早一天 一天走完整個Driver City 是最適合的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 和按讚 我們盡量去多點旅行 拍多點東西給大家看 是這樣的 拜拜 Peace